Hello各位同学又到了大海老师的招牌赛时间 那么今天这道招牌赛又是什么样子的呢 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那么题目当中的意思就是 我这里呢有一个表格里面给了一些图案 能不能找到这些图案的构成规律 然后最后想一想 那么这个地方我应该填的是左边ABCD四个图案当中的哪一个呢 那么对于这道题来讲 这是一个很典型的关于图形找规律的题目 而且呢这个里面的规律呢 其实是在我们一个很常见的测验当中会出现的 那就是我们常见的一种智商测验 尤其是有同学可能会听过 咱们说全世界有个高智商协会叫做门萨协会 那么在门萨协会的一些样题或者考题当中呢 就会经常出现这种背景的我们的图形找规律的题目 那么它的规律实际上是由组合得来的 也就是它是要通过前面几个图案的组合 然后得到后面的这一个图案 那咱们就来一起看一看 首先咱们先看第一行 那么我们把第一个图案和第二个图案组合一下 那么比如说我们以第二个图案为蓝本 那么我们来把第一个图案画上来 那是不是应该画完就是这个样子的 但是它跟最后得到的这个图案有点小区别 这条线是不是就没有了 那为什么去掉的是这条线呢 好咱们先放在这咱们再看第二行 同样的我把第一个和第二个图案综合在一起 那么同样以第二个图案为蓝本把第一个图案画一下 那画完之后我们同样跟最后这个图案相比 发现这条线和这条线是不是也没了 那各位同学 结合这两次图案能不能看得出来去线的规则是什么了吗 那就是在每一行当中把第一个和第二个图合并在一起之后 如果你发现它们中间有重复的线 那么说就要把这个重复画出的线给它去掉吧 比如说它和它重叠之后 这条线是不是相对两个图案都有的重复了 所以就把这条线拿掉你看拿掉之后是不是留下的就是最右边的这个图案 那同样的对于第二行来讲画完之后重复的是不是有这一条和这一条 拿掉之后是不是就是它了 那找到规律之后那么我们的第三行也就出来了 那一样的道理我们把它和它合并一下 那么画完之后是不是应该就是这个样子的 那很明显这条线线有重叠去掉 所以最后问号出要天的是不是就应该是我们的第四个选项 也就是一个小小的方形格了 好了各位同学这就是今天的大海招牌赛 是一个很常见的图形掌规则题目 在门萨的测验当中还是经常会出现的 怎么样同学们是不是有信心去挑战一下门萨的测验了呢 好同学们欢迎回来进入例五 例五这道题到底又难在哪里呢 那我们一起来看看 海海和佳佳一共有六十个金币 如果海海给佳佳五个金币 结果佳佳就比海海要多两个金币了 问海海和佳佳到底有几个金币呢 下面我们就来分析分析这道题目 当你读到这儿了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条件 海海和佳佳一共有六十个金币 这是什么 和呀 和呀 那接着如果我还能知道他们的叉 那这道题是不是就完美了 是的 那叉到底在哪呢 如果海海给佳佳五个 佳佳就比海海多两个了 这个到底是啥呀对吧 谁多谁少我也不知道啊 这我怎么来算呢 我这个图到底都应该如何来画呢 那这时候我们就要来看一看了 比如说我先画海海 我也不知道海海是多少 那我先画一段线 表示海海金币的数量 对吧 那接着同学们来想一想 还是那句话 因为海海给了佳佳呀 这个金币的总数是不是没有发生变化 所以它的和是没有变化的 对不对 是的 那么当海海给了佳佳五个之后 那你会发现海海的这个金币的数量是不是就会减少五个呀 原来海海这么多 当海海给了五个之后 海海的金币的数量是不是就变成了这么多了 那记住哦 这时候你要注意 这时候佳佳比海海就多两个金币了 那同学们 这时候佳佳的数量是不是就比海海要多两个呀 可是这是佳佳真正自己金币的数量吗 嗯不是的 不是吧 是佳佳怎么样 嗯接受了五个 接受了五个金币之后的数量 对不对 换句话说 就是佳佳真正金币的数量是不是没到那么多 也就是说给了佳佳五个金币之后 是不是还能比海海去掉五个金币之后多了两个 同学们 这个图你会画了吗 你会发现我们画图的时候 如果你一次不能准确的画出来 也没有关系 要一点一点慢慢的去分析 最后呢 在检查符合不符合题目当中所给的条件 你看这是海海原来金币的数量 这是佳佳原来金币的数量 当海海拿走五个给佳佳之后 佳佳到了这儿 那佳佳是不是就多了五个到了这儿 而这时候佳佳就比海海多了两个金币 好了同学们 由于总数字式之中没有变化 都是在两个人之间转悠的 所以他们仍然是一共六十个金币 那么通过这个图你能不能看出来海海比佳佳到底多了几个呢 嗯 同学们能看得出来吗 嗯 十个 十个吗 嗯 十个 这是海海原来的 这是佳佳原来的 他们之间到底差了几个呢 看不出来没关系 我们一段一段来 这个图是不是比较复杂呀 是的 那我们来看 这是不是原来海海的 嗯 当他少了五个是不是到了这条线 是的 好了 那跟佳佳比是不是还多了这么多 嗯 那你告诉我这一段到底是几呢 这一段是三个 这一段是三个 是不是由五解二而得来的呢 是的 所以海海比佳佳真正多的是几个金币 嗯 八个金币 是八个金币 好了 当你把这个线段图的关系理顺之后 你会发现他的差你就知道了 和也知道 那剩下的是不是就变成了一个口算题目啊 好了 我们来看看这道题吧 最最关键的就是这个画线段图的过程 那么你会发现这个过程就尤其的重要 那么如果你能够在分析的时候 一边分析一边画图 像刚刚佳佳老师一样 把那个图给他画准 那么剩下的就非常简单了 所以这道题当中可以得到海海比佳佳多了八个金币 由于两人的和是六十 所以能算出来海海有三十四个 佳佳有二十六个 算到这的时候啊 建议同学们干一件事情 叫做念算 什么意思呢 两人加起来是不是六十 OK 没问题 对不对 那么当海海给佳佳五个之后 海海是不是就变成了二十九个 佳佳接受了五个 是不是就变成了三十一个 佳佳是不是比海海多两个 OK全都满足 那你的心就真的放肚子里了 这道题我绝对全对了 好了 那么在这道题目当中 你需要注意的 那就是这道题啊 画线段图就非常非常的重要了 你的图画不出来 你是很难在脑海当中自己光想 就想出来他们之间到底差几个的 所以画好线段图非常的重要 因为它就能把人家的这种 暗插和明插之间的转化给做好了 明插与暗插之间转化 如果你能够把它给转出来 核插问题就非常的简单